任何一个教授,无用给我说,帮你用假生 只有来到台湾,像这些德行搞过,我自己说,我不要说假生都不行了 因为你们是在假生的环境里做,我慢慢用假生,慢慢再取消假生 偏用的货币先暂停,暂时一下,最后我们都统一货币 如果我们刚成了一个国家,偏用美元,偏用美元,我慢慢慢慢制造自己的钞票 这是台币,这是新加坡币,不懂老是有人这样做的,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没有假生这样的说法 任何一个老师,只有学员派的,不是假生和真假生,真假生的问题做的 是高一的地方是需要有同胜 所以我有时候很想见到你先生的意思,他这等年龄,还在字字不倦,在学生乐真的是可点可缺 这是一块中央手上说的话,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 人的生命是一百二十多岁,不要以为七十岁多岁已经到了末年了,叫老年的真的是这样做 真的是笑掉大眼了 现在的营养,现在的科学,人活到一百岁已经不是幻想了 知道吧?你到七十岁都讲准备要安度晚年了,就开始买什么墓地在哪买? 这不需要笑掉大眼了,前半辈子谈恋爱,打架,离婚,闹病 好不能懂得人生了,就准备要死了 活得多没意思,对不对? 所以我们昨天来到这里,不光是教生,也教呼吸 我觉得我们的理念,世界观,人生观,都可以分享探讨 我们受的是共产教育,你们受的是自由社会的教育,美式教育 我们受的是俄罗斯的教育 因为苏联是我们老大国,就为共产党的弊主 所以我们受的教育,咱们综合一下,不是唱歌唱戏,面生的问题 把这个概念过去了以后,一个意念 多家四处唱歌,为什么叫第一天一处? 拉小时,拉六小时,手指都拉了,涨水泡了,散椒带 弹钢鞋也是,手指都弹裂了,也没关系 手很快就长到,可是我们身在能不能唱四个小时 唱了水泡的话,不好,再水泡,再走 慢慢慢慢的,你吃抗生素,消退了,那就是减 就是我们的喜好,会收,以后有一个障碼 这就叫减,手减,脚减,和嗓子讲减,都是一个道理 不是不怕你用,就怕你不亏 九二九十,急劳成急 劳累了,老是熬腰,要有丫头,丫头拿着不对了 就开始上火了,肝脏也不对了,肝脏也不对了 你要学会用它不怕,要学会保养它 而且要正确实用它 你做它的时候,你最起码戴个手套 穿个袜子就不会捞到脚点,手点 那身在怎么戴手套?戴个身在套?没有吧 那就是要用正确的方法 它在里面直接受的是总统保镖 根本受不了,它在里头藏着 可是我们就把它拿起来揉脸 这个是很不对的 野蛮做的,不科学,不文明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老教训大家 能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还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嗓音 保持这样的音量,音质,音色,音语 这个是几十年的功夫 要感谢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说 原来听不懂的,听不懂 现在到听了懂,到理解,到用场 甚至还要超越它 这个就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 老师当然希望我唱得比它好 他在黑之灵,他也觉得好 这我老师,我的学生在台湾发展 多好 虽然我们也没有任何发展 可是今天做到你们这里,就要我这里 我觉得很高兴 终于在人海茫茫中 你们终于可以认得到,闻得到 什么叫正确的味道 顾名钓鱼的事情 钱都买来生奶了 钱都买来健康了 钱可以买来酒和买色 买你就可以买得到 你买不来健康 你买不了真正的科学和生理 这是我要说的 正确的呼吸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的声带 作为特性来说 他们只是用火候在这些神经内 直到声带 拉起来 而我说说 用身心灵的每一条神经 在科普堂上 这样 你听到我们这种声音 你再听到特性的声音 我一个嗓子都不敢学 他们居然可以唱了两个小时 二十年都用错误的声音唱 我觉得是太佩服他们了 他的手踏车永远永远就不松开 他都知道要收开手踏车才开车 教练没召唤吗 当然是 坐上车 发动车 热车挂挡 转方向盘 转斩向门 手踏车一定要松 民企不一定要松手踏车 可是你们手踏车永远 照样全部松开 哇 这几个是松 不光是下腾 从舌头 从左手踏车 整个的美人 站到哪里 就是不要倒下来就为主 七要送到什么程度呢 我上次说你们都笑 只要大小便不湿劲 就松到这种程度 不要尿和铺腿 这个很高的生性吧 当一个人装脱米 装修课的时候 他的大小便是不湿劲的 当你瞬间修课的时候 大小便就要一口 这是真的功德分 因为他没有气 他一瞬间 图定了 心脏不跳动了 那是大小便的第一个 练成整个裤子湿了 有一位 这就是人 瞬间的时候 已经离开人群了 你抢又回来 他这一口气又回来 刚刮到这一粒的时候 婴儿吸第一口气 代表生命开始 等念下最后一口气 就回归了 又回到尘土了 尘归尘 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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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就是一场功 活着的时候 乐意一点 高兴一点 不是很好吗 所以这个气 一定是从这里断下去的 最重要 再说一次 从这里下去 就是管子 就从这里开始打招 把这个管子从这里打下去 一直打招 把这个管子从这里打下去 整个两个心脏 还有 是 像古代一样 是空心的管子 记得 唱歌 一大名的话 就是管子 把水放到管子里 气有气管 声有声音管道 这样 出气的声 这样 这样 两个管子接起来 所以我们就出三叉管 头腔 左腔 到了高音的部分 大家看 要自备注意 我们现在都唱到韩西了 F 升F G 降A A 降B B 开心 这样 听得懂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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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要开这个 所以胸完知道了 肩膀不要动 这个管子不能动 顺着霍页臂走 大家看 声音要顺着霍页臂走 这是霍页臂 啊 声音要顺着霍页臂走 很多东西把它吃掉 壁虎 他能上去别人上去 蛇也上去 所以他保存了他自己 特殊功能 我们唱歌都是比不一样 听说比不一样 声音要抓到天花板 抓到天天干板 抓到头领 抓到 掉下来 底下有河流 有蛇 有其他的动物 可以吃掉它 我们声音也是一样 一旦到了神面 声音就没有了 就没有功能了 记清楚啊 我们在唱歌之前 先搞清楚一点 不是 我炫耀的方法是正确的 和不正确的 声音没有犹态 只是正确和错误 说的不对就叫错误 好 我们张嘴来 张上嘴 不要张下嘴 张上乐 不要张下嘴 不要张下嘴 啃天花板 好 吐舌头 尽可能地吐出来 舔盘子 好 卷上嘴 上下嘴 去咬嘴 楼上 揉半秒 卷下来 下嘴 这叫热车 暖身操 这个舌操就是暖胸 生产出来好好的机油 一桶机油要几千块 不是99 不是199 然后再把它分下去 用这个机油去唱歌 这边 这样 对吧 做出馅 舌头要淋苦 不要僵硬 上嘴 下嘴就要来 好 çanca 就指抹肩不抹肩 好 barrier 她太太太 像这样 イン アーッ イン 让中剂次释放 这样 这样 这是赖 у 哼 这是哼 时间 很重要 我现在已经有口水了 已经开始吞下去了 这口口水吞下去了 两个小时之内 只要在演出时间 不能动一口水 动水的话就是 冲断我们的棉膜了 就不能往汽油箱里加汽油 更不能往汽油箱里加汽油 水箱里也不能加汽油 就是说我们要加的是热滑油 热滑油 我们的唾液有四个作用 清洁 冷却 散热 密封 和汽油的时候 我们两个伸带 就靠这个唾液去密封它 两个伸带 要靠它润滑 两个伸带见面 一秒钟上千加 几百加的这样的碰撞 如果没有冷却液 找回 一个是冷却 一个叫散热 一个叫润滑 一个叫密封 接着这四个 我们的唾液在人体上起什么作用 来说 第一个是什么 冷却 润滑 润滑 散热 密封 你现在把它写下来 以后就知道 这个唾液有多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桌子上不能有水呢 水油也不是油 一旦咽下去 一旦咽下去这一口 不能喝水 就不吃 因为 第一个是怎么记的 第一个是什么 冷却 冷却 散热 散热 冷却 润滑 我告诉你 密封 散热 冷却 润滑 要很清楚的四个功能 就和肌肉的功能是一样的 好 因为它 两个生态之间 我昨天拿了这个银叉 但是宝林没有见到 这个只要练过 拉小提琴的人 一定知道这叫银叉 过去没有那种什么电子叫银叉 都是靠这 听说我们往边 你看 听到这个声音了 听完这个声音 我要跟你说我为什么叫冰坛 听到 声音是从这个银叉中间的缝里出来 它的振动 敲起了空气 把它传过来的 可是今天我把这个问题 大家都不知道声带长什么样 声带又长这个样 就是这样子 声带是这样子 大家看 像一个大闸蟹的匣子 是这样子 这样子 声带不是这边的 是横着的 我们气是这样催它 可是我们现在是平衡的 在这里这样 不是历的 历代的 成了一顺顺的 挡入声音了 从这里产生分离 我们的气 从它的缝口里出现 从这里出来 导致它这样子震动 好 这就是我说为什么 我的声音 我未来看 要声音更大 如果我再有声音感觉小 你们就觉得是笑话 因为这不笑话 这叫科学 声音先前方后方 从银长后方打到烟壁上 再上来 知道吗 它是先反再胜 那我现在这样子 你说 有些事情介绍会 身体更大呢 这就是正确 很多人这样说 很大声 这就是错误的声音 他就不理解 声带是怎么长的 他以为是从这儿出声音 他以为他声音是这样长的 错了 朝后 这个地方是连任 是脆骨和肌肉连任 他指 工作时候只有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这边基本上没有错 你们长简单 大概就在这儿 这个部位长得是最多 因为这个地方 碰撞力是最强的 这不用我看 至少 我给大家说一下 不要我自己咒我 至少我们唱了四十年歌 从来没有到耳鼻鼓 或者且看过声带 这个就厉害了吧 为什么我们唱这么大声的高 这么高的音 这么大的声 这两个小时 我说了现在上千句话 我没有这个嗓音机率 不在于你说的多与少 低与高 大声的小声 在于正确不正确 不正确 16岁 抢音他也犯法了 不能做那种事 正确的就是这样 听到声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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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音叉 这个音叉哪个 我一直在找 这我就有 我的小提琴 我的小提琴 就出了音 大家认识什么音呢 这叫A 这叫6 大家看 听见哈 跟我唱这声音 再把听到 听到多少 出声音 A 就是小提琴的第二弦 小提琴用四的第二弦 大家没有出现吧 6前挺是其他 就是从这边手 1 2 3 从那边手 从第二弦 就是小提琴的第二弦 他在高度就是A 就是拉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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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 好 大家明白了 从听得起 唱声带着就知道 声音说话后 开场 是 A 从这里 进入音里 上去 到头顶 分两路 一个到头顶 一个到嘴巴 为什么要到嘴巴呢 是破皮得利才到嘴巴 因为只有通过嘴巴 才能说出语言来 文字来 声音都用嘴巴说 我爱你 我恨你 嫁给我吧 我要离婚 因为 不管是英文 意大利文 都要通过自己的 舌尖音 舌面音 舌根音 前鼻音 后鼻音 挤压出来的声音 变化它的空间 就出来 意大利语 俄语 还是英文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30%的未必 去咬字 而且咬字 再给大家说 不用再咬字 是这样 对 这二人 是用后颜架咬字 这也是个通道 这就是 修华中的问题 你们几个人 学会到用后背样子 后背样子 后背样子 很清楚 我说的每一次 都是用后背样子 你们所说的每一次 都会从前面要说 到底是我的声音很清楚 还是我们的声音很清楚 当然是我的声音 因为我必须要清楚 为什么 我是专家 我一辈子就用说话 对不对 你看记得 最高兴的也是 用后背说话 你也必须说话 好 非常重要 要不唱歌说话 我再给大家说 我们要用唱歌的方法 去说话 不要用说话的方法去唱歌 因为说话没有方法 我们今天所说的话 按着语言也是通过练声 一一一二一二二二二二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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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重要 这一场是这样的 生意是往后发 再往演员出来的